乌克兰陆军司令萨尔斯基 聚报10号再次抵达乌东战略重镇 巴赫木特前线指挥作战 当天巴赫木特最惨烈的战斗 聚报是发生在南部地区 俄罗斯雇佣兵瓦格纳集群 正在继续缩小包围圈 而乌军目前仍然控制着 巴赫木特西部区域 聚报准备向俄军发起反攻 俄罗斯媒体记者 在巴赫木特以西观察到 星期五乌军的集群数量 在西区急剧增加 据各种的消息留言称 现在有多达4万多名的乌军 被拉到了两军的接触线上 当天瓦格纳图吉斯 从巴赫木特市区的北侧 进入到阿尔焦摩乌斯克 金属的加工厂区内 这也是几个月前 乌克兰总统哲林斯基 视察前线部队颁奖的地方 厂区内是一个巨大的区域 地下的公用设施的网络 深入到地下速时程 在当天的傍晚 瓦格纳已经宣布 控制了这个厂区 星期五 瓦格纳集群也正在向 城市北区 伯格达诺夫卡方向进行推进 继续缩小 对巴赫木特市的包围圈 作为回应 乌军也试图反击 北部 南部和东西的两翼 以维持与城市间缓冲的走廊 俄罗斯军队正在疏散巴赫木特市 东部控制区的平民 在巴赫木特的南区 北区 东区和南部的郊区 瓦格纳清理了巴赫木特卡 和左岸的低矮的建筑群 向卡尔马克斯大街一带挺进 在与此同时 瓦格纳分队也设法扩大了 与工业区的控制范围 继续攻击伊万诺夫斯科耶区 据悉 瓦格纳已经向俄军的 闪兵部队移交了北交的阵地 这也是开战以来 巴赫木特9个月的战事中 俄军首次进入到 巴赫木特战役的序列 当天乌克兰军队在 库尔九莫夫卡地区 使用了美国的智能炸弹 这是美国波音公司 自1997年以来生产的 带有滑翔弹体的高精度的炸弹 这是一组安装了机翼 以及带有可控的尾翼 并带自主设定的导航功能 最新版本的智能炸弹 还配备了激光制导头 以打击机动的目标 这种炸弹对敌方的精确打击能力 已经扩大到几十公里的重身 富豪卫视卢语光 热尼亚 莫斯科报道